这一讲我们来学习变化音级和变音记号 把基本音级升高或者降低所得到的音 称作变化音级 键盘乐器上的黑键就全是 变化音级 为了区别于变化音级 也常常把基本音级称作本位音 在念变化音级名称的时候 要把升或者降字念出来 比如升F 升C 或者降鼻降一等等 表示基本音级升高降低还原的记号 我们把它称为变音记号 五线谱中使用的变音记号总共有五种 第一种 升记号 它表示将基本音级升高半音 第二种 第二种是降记号 表示把基本音级降低半音 第三种 重声记号 表示把基本音级升高一个全音 第四种 第四种 重降记号 它表示把基本音级降低一个全音 最后一种是还原记号 它表示把升高或者降低的音 还原到基本音级 还原到基本音级 也就是说还原到本位音 因此 还原记号 也可以叫它为本位号